嗨,大家好,這裡是飛仙星,我是Jason 之前有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影片教大家要怎麼樣讓iPhone或Android手機 在切換深色、淺色模式的時候 自動套用適合的背景圖片 這樣的好處就是當你在光線比較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使用手機 開啟深色模式使用的時候 搭配比較暗的背景圖片 才不會在手機操作到一半回到主畫面的時候 就感到相當的刺眼 而在光線充足的地方 你也可以換回一張比較光線亮麗的背景圖片 當時iPhone的部分是由我製作的捷徑來達成的 那現在我又製作了一個新的捷徑 可以在iPhone切換淺色及深色模式的同時 直接切換成不同的鎖定畫面 更能充分的發揮iOS16這次鎖定畫面所新增的特色 使用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新增了兩個鎖定畫面 一個呢你就設計給淺色模式使用 另外一個呢就設計給深色模式使用 iOS16呢新增鎖定畫面的方式呢 就是先下拉通知中心 接著呢長按住畫面 在選擇鎖定畫面的地方呢 點右下角的加號去新增新的鎖定畫面 在編輯的時候呢 類型、風格、隨你高興 只要你覺得呢設計出來的 適合搭配淺色或者是深色模式就好了 如果呢你想要自己挑選背景圖片 那你就選擇照片這個類型 接著挑選啊原本就偏深色的背景圖片 或是呢你也可以試著啊左滑或右滑來調整風格 再將它的背景底色呢改成深色 來達到呢抽色效果 透過這些工具呢將鎖定畫面啊設計成搭配深色模式使用的風格 那如果你喜歡的背景圖片呢有很多張 那你也不用再挑了 你可以改選擇照片隨機顯示的這個類型 將所有喜歡的背景圖片呢全部挑選起來 接著呢再設定自己喜歡的頻率 像是呢喜歡每天變更一次呢 或者是鎖定畫面的時候呢就變更一張 這樣子呢背景圖片就可以設定成多張自動切換 另外呢如果不喜歡背景圖片在主畫面的時候有物化的效果 那你也可以在編輯的時候呢選自訂主畫面 將裡面的模糊功能呢勾選掉就好了 這些拿來設定成背景圖片的照片啊 也可以到照片的APP裡面呢將它設定成隱藏 這樣子呢就不會在照片APP裡面啊看到一大堆的背景圖片 而被設定成隱藏的照片呢也不會影響到鎖定畫面的使用 在編輯的時候呢先點選上面的相簿頁籤 接著呢再選擇已隱藏這個選項就可以了 分別設計完呢要搭配淺色及深色模式使用的鎖定畫面之後呢 就下載我提供的捷徑 打開捷徑APP找到它 並點選它右上角的點點點進入編輯模式 接著往下滑動你會找到呢我特別標註啊 有需要修改的兩個地方 將這兩個步驟裡面的背景圖片四個字點一下 分別指定成呢我們剛剛設計出來的 淺色以及深色模式的鎖定畫面 設定完畢呢按右上角的完成 由於目前啊捷徑的觸發時機呢 還不能指定成外觀模式切換的時候 所以呢我們必須新增另外兩種自動畫 第一種呢是搭配你iPhone上面設定的外觀排程使用 就是你有設定呢每天早上或晚上的固定時間 會自動切換淺色或深色模式的功能 在這兩個時間點呢透過自動畫去執行捷徑 達到自動切換背景圖片的效果 接著呢回到捷徑開始新增自動畫 點右上角的加號 接著再點製作個人自動畫操作 選擇類型呢為特定時間 接著將時間呢調整為 我們剛剛在外觀排程裡面看到淺色模式的時間 再加一分鐘 例如呢我的外觀排程是7.30 那這邊呢就設定成7.31分 這樣子的目的呢是為了確保 外觀排程已經切換完畢了才開始執行我們的捷徑 接著下一步點選加入動作 切換到App夜間之後呢點選捷徑這個App 在這裡面呢選擇執行捷徑的這個動作 挑選完畢之後呢我們點一下反白的捷徑這兩個字 然後選擇我們剛剛下載的捷徑 切換淺色或深色鎖定畫面 再點一步呢將執行前確認這個選項關閉 並且點選不詢問 接著呢再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後呢再用相同的方式 再新增另外一個捷徑自動畫 類型呢一樣選特定時間 那這次的時間呢我們就設定成啊 晚上的深色模式的時間再加一分鐘 那後面呢加入動作的部分啊就跟前面一模一樣 再做一次呢就好了 再來呢第二種自動畫是為了因應呢 臨時手動的去切換淺色或深色模式的外觀 只要點任何一個指定的App呢 就會完成鎖定畫面的切換了 也算是呢在無意之間就完成了 我個人認為呢這樣子的方式來觸發捷徑呢 也算是足夠了 一樣呢到捷徑自動畫裡面啊 點選右上角的加號 但這次的類型呢我們選擇App 在這裡面呢挑選幾個你非常常用的App 像是LINE啊 瀏覽器 IG Facebook等等的 越常用啊越好 接著呢將下面的以開啟 以關閉啊都勾選起來 點選下一步之後呢再點加入動作 那接下來的步驟呢就跟剛剛介紹的 全部都一樣 再做一次就好了 而如果呢你是停留在iOS15啊 或者是iPad的使用者 那你可以參考呢之前的影片 使用原本的切換淺色 或深色背景圖片的捷徑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